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一些养生的知识也都在网络上大片地普及。 相信了解过养生知识的大家都知道柔腹很养人, 通便而瘦长, 却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能排进体内的浊气, 让心胸都得到保健, 比柔腹更胜一筹, 它就是拍胸。 为什么养护胸口比柔腹更胜一筹呢? 养护胸口又有多么的重要呢? 其一,拍此一处顶好多个穴位。 了解经脉分布的中医都知道, 胸前分布着韧都、 脊胃、皮、肝、肾等连络全身的经脉。 通过擦胸、拍胸、 扩胸等保健动作, 可达到宽胸礼器、活血提神、 养护心肺、 延缓衰老的作用。 保养得当, 可防病强身。 第二, 最热的时候也要捂好这里。 老老横眼里有一句话, 下虽极热时, 臂着蛤部短半臂, 以护其胸。 对老人肺部、 爱感冒的复感人群,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第三, 养肺就是养心。 胸离我们的心脏近, 心肺同属一起。 拍胸能够强健肺部, 养护心脏。 心脏好了, 有力量了, 泵血功能就强大, 就会让身体各方面都有力量。 保暖必寒, 适度锻炼, 应该为胸部护理的关键。 老药罐老丁再也不感冒了。 有一位朋友老丁从事文案工作, 上班时面对电脑, 回家后又好玩网络游戏, 因此几乎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几年下来, 老丁发觉自己的抵抗能力很差, 气候稍有变化, 就容易风寒感冒, 常去找医生。 严重时还会出现长时间咳嗽, 气喘, 不打几天挂针, 病情压不下去。 夫人见他经常病病歪歪, 让他去找找老中医李大夫, 向老中医讨教养生秘方。 李大夫替老丁诊脉后说, 你常怀感冒, 老吃药, 这也不是个办法, 最好的办法是福里抽薪。 老丁问起具体的方法, 李大夫告诉他, 拍打胸背, 能增强肺部功能。 老丁听吧, 对于李大夫提出的 不花钱的治病良方, 很感兴趣, 但是对于具体疗效有些怀疑, 不过, 为了身体健康, 他还是按照李大夫说的去践行了。 经过两个月的拍打胸背运动, 老丁感到, 这期间, 自己感冒的次数果然少多了。 即使偶尔患一次感冒, 其症状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严重。 又过了半年, 老丁没有再患过感冒了, 胸部及手臂上 也渐渐地长出了少许肌肉。 而且, 随着运动量的增加, 老丁上网的时间少了, 饭量比以前大了, 工作的尽头比先前足了。 不论男女老少, 体质强弱都可以受益。 一, 胸闷、 心慌、 气急、 泪痛都能试用。 著名中医学家, 中医心血管病专家杨丽老师称, 古代养生家, 十分重视胸腔的保养, 认为保养得当, 可抗斜防病, 强身健体。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如经常按摩或拍打胸部, 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预防冠心病, 肺气肿, 肌肉发育不良, 并能治疗胸闷, 心慌, 气急, 累痛等症。 二, 是一种老慢肢, 肺气肿的辅助康复方法。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普昭和老师说, 慢肢炎, 肺气肿均为老年人常见疾病, 其临床表现为咳嗽, 痰多, 气急, 哮喘等症状。 采用拍击胸背部法, 结合复式呼吸法, 对慢肢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拍打胸背, 能对肺泡产生轻度的冲击波, 患者会立即感到呼吸舒畅, 胸部压迫感减轻。 复式呼吸, 有助促使肺部的痰液和残气渐渐地向上流动, 由此使症状获得改善。 刚开始锻炼, 用力不宜太重, 以自己能够忍受, 感觉有震动维度, 以后则慢慢递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以加大拍打的力度。 三, 提高免疫能力, 促进分泌免疫腺体。 锤拍胸背肩是民间很早就流传着的简单, 而又科学有效的一种护理婴幼儿的妙法。 但民间老人并不详知锤拍防病健身的科学道理。 凡是学习过现代医学、生理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 在人体胸部、胸骨背后, 有一个后天形成的胸腺组织。 这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增强人体免疫能力的内分泌免疫腺体。 胸腺的功能 胸腺位于胸骨偏右侧心脏前方, 在免疫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免疫细胞在骨髓中形成, 在胸腺中发育成熟。 这种成熟的细胞会为人体提供各种免疫功能, 能够在细菌、病毒入侵人体, 引发各种病症时发挥自我修复的功能。 胸腺退化 胸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 并逐渐被脂肪组织所取代。 因此免疫系统的功能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 精神紧张、心理障碍、营养不良、环境污染、药物伤害, 酒精及鸡骨丁都会加速免疫功能衰退。 后果是导致感染性疾病、 过敏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等, 免疫缺陷如肋风湿症等的发生。 导致各种恶性肿瘤对身体造成危害。 四、不论是谁都可以受益。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体质强弱, 这种运动对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有病可以促进康复, 无病可以提高免疫力而不生病。 民间老人虽然不知道人体胸背肩内部脏气及作用, 但他们有世代流传的丰富经验, 知道垂拍胸背肩部有良好的防病治病和健身状体作用。 练习方法, 每天至少抽出一个小时, 最好是晚饭后40分钟开始, 如果能坚持两三个月, 一定可以见成效。 但需注意, 患有心脏病的人, 不宜采用这种锻炼方法。 一、拍胸, 此时应该进行复时呼吸, 然后将五指并拢, 手掌微曲, 用空心掌拍击胸部, 即可单手拍, 右手拍左胸, 左手拍右胸, 也可双手同时拍击两侧胸部, 自上而下, 可连续做30到40次。 拍击时, 口唇应微微张开, 使气从口出, 二、磨胸, 去座位或仰卧位, 用左手掌在胸部从左上向右下推磨, 右手从右上向左下推磨, 双手交叉进行, 推磨30到40次, 然后两只手同时揉乳房正反方向30到40圈, 再左右与上下各揉按30到40次。 三、擦胸, 两手搓热, 双手成梳子状, 分别从上而下在两侧胸部梳理, 反复30到40次。 四、拍打按摩胸部的注意事项, 一、按摩时要保持心情舒畅, 全身放松。 二、拍打时, 手掌着力面积要大, 万步摆动要轻松自然而有弹力, 内部感到有震动力。 三、胸上部拍打用力可稍大, 向下力量可减少, 不可用蛮力, 以免损伤。 四、老年人拍胸动作宜轻巧, 以免骨质疏松的人发生创伤或骨折。 心脏装有起泊气的朋友, 还是要问问医生看, 最好不要让胸部有震动。 总之, 身体是自己的, 要想脱离药罐子的生活, 变得更加强壮, 不能光靠医生, 还得靠自己。 上面提到的方法也不麻烦, 有时间就可以赶紧去试试, 你会发现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各种大病小病都不敢再上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